我飞 我几乎跟我这个电视一样 我已经有摸过桥型的 为民盲校这间新教室 要教孩子什么是能源 为什么会吃自然的摸摸看 有LED灯 用指尖取代视力 十岁的小鱼和小羊 透过点字 触觉和听觉同步学习 灯亮了就有听到什么 对 就有声音了 表示太阳能板感受到光 它就有产生电 有一些是之前吃 因为它们这个视力比较不良 能够透过触摸的方式 来了解到这个能源的议题是什么 告别教具 把真的太阳能板 和小型风力发电机搬进校园 炙热的阳光 轻触的微风 都有价值 帮这座不收费的市场学校 开源节流 整个用陡坡下降的时候 我非常惊讶 没想到做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灯锯 太幻可以节省这么多的电费 太幻耗能高的灯锯和电器 架设小型风力发电机 还有屋顶的太阳能板 通通都能储备能源 95%靠各界捐助的学校 所以这个是属于一个公益回馈的系统 台中市政府在校内建设节能系统 估计每年可以省下电队超过30万 多的储能还能贩售 让盲校的永续经营也被点亮 在新闻的培讯料学系台中报道 今年很流行的三个字叫做国家队 不管